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如這個圖 在四邊形ABCD中 這個灰色的部分的那個面積 為空白部分的25分之4 也就是這一個東西 是這一個的25分之4 那這個空白的部分 我叫做X好了 它的面積叫X好了 這個灰色的部分 面積叫做Y好了 然後這一個 另外這個四分之三圓這個 這個面積我叫做G好了 那現在的話 他說這一部分是這一部分的25分之4 也就是Y出一個4 是等一25分之4 再來灰色部分的面積 與整個圓的面積比是1比4 也就是說Y比上整個面積就Y加進 Y加進 這個是等於多少呢 1比1比4 這個比這個是1比4 所以這個比這個就是1比3 所以就得到Y比0是1比3 那現在他問說什麼呢 問說這個四邊形 這個空白的部分 這個空白的部分 比上圓A空白的部分是多少 那問 問這個問題 問X比Z 等於多少 好 那這樣的話 我們把它整理一下 就是Y比X 這個是4比25 那Y比Z 是1比3 所以我這個把它乘以 這個都把它乘以4 這是4比多少呢 4、3、12 所以X比Y比Z 25比4再比12 所以我就曉得 X比Y比Z 等於多少 S比Y是25比4 比Z 比Z 比Z的話 Y比Z Y比Z是4比12 4比12 好 那現在的話 他問什麼呢 問這個 S比Z 那S比Z 就是25比12 所以這個是25 5比上12 所以這一題 大家應該要要選X 所以這個就是25 谢谢观看